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我们现在很重要是说什么 从这个以上 我们来等于说什么 都已等于说是 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 共同的东西而已 他只是一个 对一个要做一个 一般的把视野放宽广一点的时候 应该要做一个什么 你看我们从念死无常 或者说前面应该讲说 从道前基础的听闻鬼里 一子善之士 乃至说念死无常 狭满人生 什么等等的 这都是什么呢 这都是佛教徒跟非佛教徒的 共同的程序 现在的话呢我们才开始是说 好如果我们是要来做一个佛教徒的话呢 他必须要符合的标准是什么 应该讲到说佛教徒的与众不同在哪里 所以我们常常上课前我们讲说的 诸佛正法重中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就是要想说什么 我们在这一作所要听的法 所讲说的法 所思维的是什么 是在佛教徒跟非佛教徒里面的是 我们是要以者皈依之心 去听闻的话 所以它变成是属于佛教的 他要说什么 我以所行事等善 为离众生愿成佛 是在佛教里面的 以小秤跟大秤当中 因为是我们所听闻 所讲说是以一个菩提心 纵使是一个造作的菩提心的 这样子去讲说或听闻的话呢 他在以大圣跟小圣的法里面呢 是希望说属于是大神的法 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在讲皈依的这个地方 一样嘛 他就像钟大师之前 我们前几堂课讲的说 你有更多的方法 或者有多门去思维 升起来的方法就多了 思维的只有用一个方法呢 思维的力量就薄弱了 会乃至有些说什么 就是疲乏掉了 就是只会用一套的 只会用一种方法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这边讲说 乃至是大家可能有学过 或乃至说我们应该是 我在这边应该是花最多时间 在读这些经书来讲的 或者讲说来讲的话呢 再一次听的时候 再次透有多门的复习 多门的思维 多门的听闻的话呢 至少说我们之前没有想过的 没有思维过的 没有一个 只要可以获得一个喜帆 就值得了嘛 我们是不是之前在听闻的故事里面 也讲到说不是以前有切克瓦大师 去听到说他在从康帝 回到拉萨这个区域的时候 经过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已经算是 切克瓦大师是在宗藏这个地方 因为宗藏大家以前 应该要知道说什么 他等于是说 是核心嘛 所有西藏的核心的时候呢 他已经是在那些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那种的 大师的时候呢 他走过从康帝要随着车队 回到拉萨的时候 他看到有一个人在讲法 他那时候就说 把车队整个车队停下来 说我要去听闻 他所有学生就说 那你已经这么的大的善知识 为什么要去跟这个的 默默无名的一个 乡下的这个善知识听闻呢 他说你们不要这样说嘛 我今天获得了两个新的启发 或者两个从所未闻的时候呢 所以同样我们 不要想说 我们已经就有学过 或者我懂了 说纵使我在这边 可以有机会再重新复习 重新听闻 重新讲说 那我们一个一个 只要获得一个点 可以去思维的话 就足够了 好 那我们大概这样子的话 我们上个礼拜 再介绍到了 应该是不是哪里 我们是不是说 在因如何贵异之道理的时候 有透游四门嘛 大家应该来讲的话 我们从科判 回去思维一下的话呢 我们是在这边讲说 我们应该到这边呢 我们已经说从 讲第二 就是习近后世 我在98页这边说 第二习近后世 安乐方便可以分为二嘛 就趋入圣教之门 为归一 跟一切善乐 所有根本为 发生忍性 看我们再说 简单来讲的话 屈辱佛教的门 是什么呢 就是为归一嘛 看归一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说什么 就是因何因而去归一 所归一的对象 由归一 由何道理而正归一 那既归一 以要学习的次第 看我们应该是把 前面的这边说 依何因而归一 跟去了知 所要归一的境 我们讲到了说什么 由何道理而去正归一嘛 用依着什么样的方法 而去做归一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边来讲 说它又可以分为二嘛 知功德跟知己差别 说自是寿 不言有余而正归一 这四个 它在出知功德的 方面的话呢 我们知道说什么 有佛功德 法功德 身功德 是不是 还有我们讲 佛功德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应该讲到说什么 它最广这边在讲佛功德 佛功德又可以分为什么 就是 身功德 与功德 义功德 事业功德 它在事业功德里面的话 有应该算两个嘛 一个是什么 是 它是任运而成 和是长久的嘛 可以序留的这样子 它是任运的 还可以不间断的 这两个 从我们是不是上次应该讲到这边 就102页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讲到 事业功德的这边 说它是任运的 跟可以不间断的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应该说不间断是关带于任运 任运的意思是什么 是不需要再依靠着 好像我刻意地去作义 或者刻意地去讲这样子的话 所以它一起步 它就可以永恒地延续下去 如果要再不断地刻意的话 它是不是有一个能力 有一分要去 我要做 才可以做 我想要做 才可以做的时候 它就会有间断的 所以可以不间断的 或者可以 细水长流般的这样走 是什么 它的关键在于说 它是任运的 由任运 才可以有后面所谓的 不间断的这样子下去的 好 那我们 这边来讲的话 我记得我们是 大家如果跟我看的话 我们应该是讲到哪里呢 我们讲到102页的这边来讲 应该已经在于说 占阴占云的这个祭祥 我们念完了吗 它我们应该再从这边说什么 是从倒数第二大段的 就是说什么 从我这边我们先把它念完 我们再慢慢解释 它说 此次略说念佛道理 若有种种门中意念 亦有多门能发尽兴 若能硕硕意念思维 则是猛利长恒相续 与二宝得亦复如是 这边来讲的话 说什么的话 应该是说 如果我们看 四合柱的柱节来讲 它这边有说 因为好像有一点 忽然怎么跑出这一段来讲的话呢 这应该是 上面是正说佛功德 这以上是正说佛的身 与义 事业的这种事功德 它后面是什么 是引申出来的 引申出来来讲的话 它说什么的话 它说 如果我们去柳枝 或者去硕硕 去思维 佛等三宝的功德的话呢 这个去 述述的 去所谓的观修 对它来讲 会有什么功德 先说出这种观修的功德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后面也会看到 宗大师在这边说的 因为是个初学者来讲的话呢 我们最主要所谓的修啊 不是只是所谓的止修 很多人有错 好像说 什么叫做修行 就是不去思维 或者专心一致 这很重要 重要是很重要 可是以一个初学者来讲的话 什么基础都没有的时候呢 反而这是应该是以辅助的 以初学者来讲 我们应该是什么 是多去了解 多去观察 多去思维 这样子才有办法说 培养出什么叫做智慧 这个来讲的话 所以第一个 这边后面他刚刚讲的说 此事略说 念佛之功德 他说这个是来讲的话 这个念佛的功德是什么 这个念不是说好像我持宋 这个念是什么 是意念的意思 回忆 以上是怎么说 我怎么去思维佛功德呢 我怎么去意念起佛功德 是怎么样呢 以上来讲 就是略略的去说 从简单我们 如果没有细细的去了解 我们可以知道什么 总而言之 佛功德可以总设在什么 就是身 与 义 事业 看最主要的功德是什么 是 义功德 可是他去利益众生的 最大主要功德是什么 是所有 义功德 这一来讲的时候 那我们说 以上是对佛功德 略略的去意念的方法 什么的话呢 如果可以从各式各样 不同的思维之门 去意念的话呢 是不是说 那个升起信心的方法 也可以由多门而升起 那个力量就更大了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 如果大家有来听我们 几个别堂课 大家也可以知道说什么 为什么 菩萨们 大圣们的智慧 乃至对于说空性的智慧 会比 声闻的智慧更为强 不是说他对他所了知的 而有区别 所了知的是一模一样的 所了知空性一模一样 所了知的无常是一模一样 所了知的势力是一模一样 可是 差别是什么 因为 声闻 读觉 去了解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自己 他就只有 他由单低 独一的一门 去了解 他就觉得满足了 我就去了解 所以他的那个力量 你说他了解 他了解可是那个了解的程度是薄弱了 而菩萨来讲的话呢 他在去了解的过程当中呢 还没有了解之前 就已经依着千百亿的不同的可能性 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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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去 检测 所以 纵使生起来 那个智慧是 所了知的那件事情是一样 可是 所能了知的那个心事的力量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从不同的门而生起 同样的 我们如果可以 从各式各样的方法 这个不同门就是 各式各样的方法 趋入的方法 可以去了解的话呢 当然对于 不管是佛也好 法也好 生也好 他可以生起来的信心 的坚强度就会不一样 多去思维 多去观察 多去检测 就是有办法 没有人说什么 就说你不要去检测 你去听就好了 你就相信就好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这完全不符合了 佛陀他自己所教导的方法 应该说佛陀 会跟所有的别的 非佛教徒的导师 最与众不同的是什么 就是说他不怕你去检测 他说你再多去检测 他从来不会说 你就迷信的 或者你说的是那种 好像说那种 迷惑的去做任何事情 他一定会说什么 就是你多去检测 多去思维 多这样子的话 信心反而更为坚固 如果有错的话 或者有不一样的 可以提出来 所以我们才 也会后面提到说什么 是不是佛陀的很多的经教 所谓的是了异 所谓的不了异 就是从这边而隐身的 而不是说佛陀 只要是佛陀嘴巴上 说出来的话呢 就一定是百分之百的话 从来是没这样子的 所以你看很多人说什么 某某人说的法 如果你去怀疑 去检测 那是大逆不道了 你看连我们 不要说别的 连龙树菩萨 不要说我们 龙树菩萨 无浊菩萨 会对了不了意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他因为 他去检测佛陀的语言 有些东西 怎么好像看起来 在文字上 这个是不合理的 这个是不 跟别的经教 不一样的时候呢 那要怎么样去解释 他是要按照理 而不是说什么 你看 随到最后 龙树他说什么 这个有可能 不是真正的佛经 或者有时候 这是所谓的 不了意经 乃至到中大师也是 他说什么 这个经典是 假名为 什么什么的 菩萨所写的 这个来讲的话 因为跟他的 所有的经文都 不相同的时候呢 所以这样的检测 不是什么 大逆不道的 或者什么来讲 这是应当的 我们去为了 去了解 检测 在我们自己心绪当中 可以生起 更坚固的信心的话 这样的 不只说是 不是大逆不道 而反而是 我们应该要 这样子去检测 这还是 坚固的 思维的方法 好 那所以呢 如果在这样子 不断不断的 去思维 去意念的话呢 这样的信心 才可能是什么 又强力 又可以 不断的 可以长远的 同样 在佛陀的功德 是如此说的话呢 法功德 深功德 也应该要如实的 好 那这个后面的 这一段 是说什么的话呢 后面说什么的话 如果可以 特有去意念 或者修持 三宝的功德的话呢 什么 也容易去获得 佛陀的真正的秘义 或去了解 佛陀真正的秘义 是什么 所以他说什么 他说 由如是修 若善了解 折诸经论 多事 开示 三规一功德 此等皆能 现为教授 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我们 在以后在 四量论 在贾朝基大师 所写的四量论 在解释 四量论的时候 很多人说 以前 看到好像 佛的经教 有些只是为了 好像辩论 有些好像是为了 破词外道 什么的话 贾朝基大师 就说什么 他说 从佛经里面的 一字一句 或者乃至论的 四量论里面 等这种的 一字一句 没有一字 不是为了要 隐身诡异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说这个时候 当我们 慢慢慢慢 去了解 去深测的 去了解的时候 这边来讲 他说什么呢 他说 诸经论 我们实际上 就是说 我们这两个 差别是什么 是 经是佛所说的 论是去解释 佛上面所说的 这个来讲的话 去对经 这个经论不是一个 而是说 经是归经 论是归论 经与论的 普遍 是什么呢 都是为了要 引申或者诠释 三宝的功德 如果可以去了解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把说 以上佛经 跟佛论 论点里面 所说的这个东西 不仅仅是文字上 而是把它变成 是自己的教授 可以去应用的 所谓的教授 跟经论的差别 是什么的话呢 教授是什么 我如何把它 以上的 经论的道理 怎么在内心 可以献起来 而把它变成 实际的 去运用 是不是 这边来讲的话 他常常说 中大师的学法 是说 初学广大 求多文 忠实 把一切 献为教授 的意思就是什么 刚开始是去 学习这些 经语论 中间是什么 把这个东西 一一一 好像把它 献起来说 不仅仅是 印印的文字而已 而是变成 怎么样把它献成 我怎么样去 应用它 把这个以上的文字 怎么样去应用 叫做 忠实去献为教授 最后 后识 不分就业而去修行 再把这个 所献起来的教授 随时 应该说 随时都可以把它 不断不断在 这串行 他怎么 一切就是 为了要去回向 或者使这个圣教 可以长久 注释的话呢 这个是 中大师在他的 自己的自传当中 比如说 他的一生的学习 大概是这样子的时候 所以我们也是 努力的要说什么 把 刚开始 一定没有人 好像说 我不要学习 我直接献为教授 你看他 很多人忘记 就是我常常举的那个例子 说 吃五个包子 到最后的 第一次说什么 前面四个包子 不重要了 我吃第五个就好了 一样嘛 如果 只停留在于 学习文字的话 听文 讲授 那也很可惜 可是 没有经过那一个 你要说 现为教授 要去修行 没有这回事的了 没有不听文 不学习 现为教授 现为教授 去修持的话 有这样子的话 我也要 那样子 可是没有这样子的 一定是 一步一步一步的 去修持 才有办法 有学习 才有办法 现为教授 有现为教授 才有办法 去修持的 好 那 所以呢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 以上是什么 是说 就去了解说 在所有的佛陀的经 或者论当中的话呢 没有一个教授 或没有一个 要教 不是教导说 在讲佛功德 法功德 或身功德里面 那 同样的话 如果不是这样了解 而是 把他什么说 说不需要观修啊 不需要去学习啊 不需要去听文的话 有什么过失呢 他说什么 念观察修 皆是分别 与修行时 而弃舍者 是这此等 极具之良 静置醉脏 非衣门禁 故与狭盛 摄取无量 坚持心脏 应当了之 为大障碍 是什么呢 就是说 那如果有些人 就以前会说什么 观察修 这不是真正修行啊 什么叫做 我去思维啊 我去观察 简责啊 这都不是真正的修行 为什么 因为它在分别啊 他们都说 那就是 他以前认为说 好像思维就是在 胡思 我说难听一点 夸张一点 就是胡思乱想啊 所谓的修行是什么 就是 一心专注 不要去思维啊 以前会有这种 错误的概念 说什么 好像说认为 去观察 这样修持 就是分别的时候呢 这是什么呢 在修行的时候啊 是我们要去除的了 要舍弃的了 如果有这样子的话呢 这就变成什么 就是把以上所说的 我们去累积之良 禁除罪障 什么 很多 就把它关起了大门了 我们怎么样去累积之良 怎么样去 忏悔掉 或者去除罪障的方法呢 只要有这个概念 就等于说把这个 所有的方法都关掉了 那也变成说什么呢 也变成我们 如理的去 我们刚刚以上 几个科班讲说什么 如何去 善用狭满人生 等于是说把 善用狭满人生的方法 自己自己把它堵死了 自己把自己的那种的 善巧方便 全部都关掉了 为什么 因为不愿意去思维 不愿意去观察的时候呢 把它完全就关掉了 所以这个是自己 造成自己的一个大障碍了 如果不愿意去观修 或不愿意去思维 反而是 我们说从最前面的 面世无常 狭满人生 乃至到最后面的 我们所谓的 毗婆生 圣摩他 乃至到什么 乃至到后面的密秤的 升起次第 圆满次第 如果没有观修的话呢 从一开始 到佛教我们这样说 最后面的 都等于说 你没有工具可以修了 所以他这边来讲的 中大师只是 简简单单说 进罪集资 造成障碍 可是实际上来讲说什么 是从头到尾 都是障碍了 这根本就 没有方法可以做了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什么 是说 因为 有没有升起 一个正皈依啊 或者一个亲近的皈依呢 它的关键性是什么 是为 有没有深信 有没有对三宝 有没有信心 三宝有信心的话呢 那有没有获得 真正的这个教授来讲 就会有两个 有大差别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如果有深信 和有获得教授的话呢 升起皈依当然是 易如反掌 如果对 没有真正有觉受 或者有感觉 有信心 对于三宝的话呢 你讲皈依的话 也都是从嘴巴上 而说的而已 我们常常是不是 我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就可以知道的话 你看 我是不是常常讲说 我们小时候有个皈依 我们皈依是什么 是我们皈依我们父母亲 为什么 因为我从内心上 就已经对 父母亲有一个 绝授 有一个相信说 从我婴儿时 这样哭泣的时候 就有人来抱我 到一直到什么 我到小时候 第一个想到母亲 我心是不是就头照 或者全部放在 我的父母亲身上呢 这是 没有 可是如果 你看如果他小时候 被可能缺乏 人家爱护 缺乏来讲 他是不是因为 就没有这个信心 你说信心之后 比如说他过了几年之后 父母亲又回来了 你说他要有那种 归头依靠的心 是不是就很困难 因为缺乏了 那个信心嘛 就是那种决授 信心的决授 同样在这边也是 可能是说 三宝要皈依是 可以能说善道的 可是如果自己没有 任何决授的话呢 纵使是 讲经说法的法师 也不一定是 有真正的皈依 可是有些人是什么 是不一定能 可以能说善道 可是他自己内心上 对三宝是 信心足够 足够之后 他也升起正规的 也有很多这种 这个是 关键在于哪里是 有没有对三宝的 真正的对 信心升起 绝授 或者有一点 我们所谓的绝授是什么 是 有没有那种真正的体悟 有没有真正那个感觉 以前因为我 我为什么这么多 一直在解释这个 因为我 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寺院 常常有人说 你要升起绝授 因为我说什么叫做绝授 绝授到底是什么意思 都还不太 就不太了解 他每次要问 他说就是绝授 那不可说 不可说 那样子 我说那不能说 又觉得更为玄的 那样子的话 之后去慢慢学经书 还知道说什么 什么叫做绝授 就是把经书的 这一段的 用文字的道理 它变成是 自己有一点点的体悟 就像我刚刚讲的 你看我说 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亲 或者对我的爷爷奶奶 或者什么来讲 有信心 你看这个说 你用怎么言语来说 你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就是有一种 有一个感觉 有一种生性的 那个真性不移的心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角色 我们就从 这样的一个经验 反响到说 如果我们对三宝的 信心的这样子的 有这样子的感觉的话呢 我不用用文字解释 大家用角色就知道说 什么叫做 对三宝的 信心的角色 就知道了 好 那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因为刚刚这个来讲 我刚刚就觉得 他的文字有点 他说 故与狭深 摄取无量 坚实心药 应当了之为大障碍 应该是一大段 我们中文有分分的话 就有一点好像 不知道他在 有一点好像断章的意思 就是什么 如果要对于狭满人生 要取其他的最主要的 那种核心的话呢 你不去观修的话呢 这就变成是什么 对于狭满人生 取其心 依着这个狭满人生 而取其心药的大障碍了 好 那所以他说什么的话呢 那此等若做常识修持 心随修转 故于初始修心稍难 后始于比能任运转 又若能念 愿我当得如所随念 如是佛者四发菩提心 一切昼夜横得见佛 与临终时任身何苦 然随念佛终不退失 是不是在这边来讲的话 刚开始来讲的话呢 因为说什么 因为我们不长期修 不长期意念的时候 刚开始来讲的话呢 这个来讲说呢 刚开始有一点困难 因为是不熟悉的 没有一件事情是 一开始是容易的 或者以前在藏文的话 还有一个成语 也是说什么 如果是值得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容易的 因为是值得的 所以刚开始 万事都是起步为难的时候呢 一样在这边来讲的话 因为说什么 我们这样是因为 我们要恒常的 这些是我们要恒常的 修行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这个是什么 什么叫做恒常的修行 是让内心可以不断地熟悉 不断地串息 不断地可以改变 以此而来讲的话 刚开始来讲的话 都是困难的 我为什么这一段 我跟大家讲 我觉得这几段 我都要讲比较详细 因为前面的话 解释功德 他比较是中大师 在介绍怎么来讲 这一段等于是 我是不是常常讲 中大师每一次 都是会这样子 是前面会用介绍 后面要跟你说 介绍完毕 你要怎么样去修持 他这一段的话 是很重要是什么 等于是中大师说什么 是当我们了解了 佛 法 身 功德的话呢 不要再停留在于了解 而怎么样把这个了解的东西 怎么样去实际要去修持的话 这个段就是等于是在告诉说 我们大家要怎么样去修持 怎么样去思维的 因为说什么 刚开始要对三宝的意念来讲 要可以串息 不是那么容易 一开始刚开始很难的 可是什么呢 因为不断地修持 不断地思维的话呢 他慢慢会变成什么 不用费大力气 他就变成可以任运的 就跟着就可以了 看什么的话呢 因为我们刚开始 可以了解到佛的功德的时候呢 到最后还可以说什么呢 我也要获得这样的功德了吗 是不是 我们刚开始 我是不是我们在 现关的专业论的时候 介绍说什么 每个人不可能一开始 就申请说什么 就是果归 我要获得佛陀了 一定是从因归 我接触到这样的 还开始来讲 我开始要慢慢 我想要看到佛功德 和我说 到有一天说 我可以跟着佛 我可以获得跟他一样的 我也可以要获得 我也要获得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不是就把 内心的皈依 就从什么 从因位的皈依 变成是果位上的皈依 我自己要成成佛了 我自己要获得法宝了 我自己要成为生宝的 这样的一个内心来讲的话呢 是获得 所以他才说什么 生起菩提心吧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大家怎么样生起菩提心 如果没有了解佛功德的话呢 你要生起菩提心 是很困难的 非常困难 有可能大家也跟我今天一样 像大家今天有听尊者 早上开示的时候 是不是很多人问说 怎么样什么 己身成佛 怎么样获得佛加持的 尊者是不是想说什么 真正的可以获得的 佛的加持与佛什么 也就是在这边讲的一样 多去听闻 多去思维 多去学习 内心有所改变 可以朝着说 我要去成佛 我真的了解佛的 乃至对菩提心 对空正见 对佛功德了解的话 我开始一一可以获得的话呢 那才是真正的加持 那才可以获得佛功德的 或者我可以成佛 或者讲说 如果不了解 这些 你说你要获得佛的加持 获得善知识的加持 那很困难的 我们以前在三大师 就常常开玩笑 我说 常常很多人去 师长的面前坐了 听了一做法之后 他说什么 你得到什么 我什么加持都没得到了 可是如果被摸一个顶 哦 今天加持多好啊 那样子 我说 那是不懂经书的人 就说这是加持了 他如果真正的 有一点点的认知来讲的话 有没有被摸个顶啊 或者有没有被灌顶水赐鱼了 或者有没有被吃到什么东西 那都是赐鱼的了 是什么 是有没有依着善知识 有没有依着佛经 有没有依着佛陀 所以给了教授去思维的话 那才是真正的所谓的加持了 我常常上次也在 那时候 记得尊者在十轮金刚的时候 他又说什么 因为那时候 大概有二十几万人 三十 或者在最大的场合 我碰到我们有五十万人 一起去参加那个十轮金刚的观点 他说 你们不要挤过来 所谓的加持不是说 我有没有看着你们 或者什么 这不叫加持 真正的加持是什么 是你们今天有没有听到我在讲 你们不要挤 你们听听我在讲的话 你听到我所讲的话 去思维 有一点点改变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加持了 不是说有没有被碰到 有没有加持 所以你今天不要过来 他说我们都没有获得达达妈的 或尊者的加持 我只是去听到他讲很多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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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话那样子 他就说 真的blah blah blah blah话 就是所谓的加持 那样子 这就是所谓到加持了 所以我们这边来讲的话 也是说什么 最多是 有可以意念起佛功德 了解 才有办法升起菩提心 才有办法升起什么来讲 也可以说什么 我们常常说 见到佛 见到佛的意思 不是说 真正的见到佛 不是说我们往生之后 看到佛的来临 而是说什么 不管白天黑夜 都可以意念到佛的教授 可以随时的意念 有改变的话 这就是要说什么 这就是要见佛了 看到佛了 而不是说什么 好像有某一个人来接引 我说 有时候我们才开外笑 也是这样说 有来接引与佛 也都知道这是错乱式 这是颠倒式与佛 谁知道都不一定的 是真正的 可以确认说 见到佛是什么 是把佛陀所给予的教授 不断的意念 不断的意念 这才是真正的 我们见到 所以他说什么 只要可以意念的话 是不是说什么 若能念 愿我当得如所随念 如是佛者 是发菩提心 当说我要获得 如此佛陀果位的话 那叫什么 那就是要发起菩提心的 那一刻 那一切昼夜 恒得见佛 是不是 就在这个时候 时时刻刻可以 意念起佛的教授了 乃至什么呢 纵使是死亡的时候 纵使碰到 碰到再大的困苦 困难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 什么 也可以一一一的 意念佛的那种的 佛的教授 可以毫无退准吗 我们是不是也听说 以前在 因为最近这几天 我又再次开始看 那个 以前塔尔斯 阿加荣不切的 自尊 他让我想起以前 尊者有讲两段的故事 有一段故事是什么 是尊者有一个老师 是 以前有来过台湾 有一个 萨迦的 很大的助手 叫 龚高旺旭 龚高旺旭大师 但他在 劳改 被劳改了28年 他说你劳改28年 你有没有什么危险 他说我发现过一次的危险 他说什么 他说你什么危险 他以为说我要被打死 或枪毙 他说什么 我几乎要失去 我对他们的悲心了 因为在那个时候 来讲的时候 也是还有什么 他有一个时候 也是他说 以前在 塔尔斯跟拉普认识 因为以前他们知道说 那些 哪些是大喇嘛 大金教师 他们一一一去 被枪毙 就是去 他把那个 如果他有去 以后有机会去 塔尔斯的话 塔尔斯有八个大塔 他那个八个大塔 前面是个大广场 他那时候 他们把那个大广场 染成鲜血 就是在枪毙这些 大三支之后 他准备有一个大三支 被枪毙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 那你给我一分钟 大家以为他什么 他就念了 我们在上师会共的一句词 他说什么 他说 如果可以意念 所有一切众生 是为安乐快乐的根本 只爱我自己是一切的那种的痛苦的来源 希望我说 我在这次可以自他相患 我把你们这种的恶业 他说 他想意念完结 他说 好 那你 你可以把我枪毙了 那就是这样子来讲的时候 所以因为他们有很常串席三归一的话 是不是在死亡时 在痛苦的身体在痛苦的时候 都可以在这个时候不怕 或者意念起 常常有人就问我很多次说 那我们怎么确定说 当我晚生的时候 我可以确认下辈子可以投生散去 我怎么可以确认说 我可以安乐而死的话 我说 最好的就是这一段 你可以意念起归一 不要说别的什么大教授 什么意念空性 什么什么 也不一定要这样子 如果可以把这一段的佛的信心 对三归一的念起来的话呢 我说别的我不敢保证 可是因为这个是佛陀自己所说的 宗大师自己所说的话呢 只要在这个时候 可以真正生性的话呢 不管是死亡或再痛苦的话 一定会见到佛 或者一定会得到佛的射手来讲的话 更何况是说同生散去了 佛都来射受的 就不用说往生散去了 好 那同样的在这边来讲说什么呢 就是佛陀在他的三摩地王金云 教如因误解 如人多观察 由住比观察 心人如是取 如是念能人 佛生无量智 常能修随念 心去住于此 此行著作时 行乐善事志 欲我成无上 甚是愿菩提 他这什么来讲的话呢 在他的三摩地王金来讲说什么呢 他说 他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你啊 是怎么样的 应该这边来讲说 交如因误解 要怎么样去 以佛陀来讲的话呢 是佛陀 要去多去思维嘛 多去窜息 多去修止 这边呢 所谓的道理是什么 这每一段每一段我们都应该这样子 可是这边来讲 就特别是以三皈依嘛 要去皈依的这件事情 应该去多去思维 多去窜息 他在所窜息的这些事情呢 来讲的话呢 是要多次的去安住 多次的去把这个意识呢 不断来讲的话 透有这样子的思维 可以安住于自己的内心 可以好像深入 烙印在自己的心装中一样的 和同样在讲的话什么呢 也同样 因为这样子一样的 别别看到佛陀的身与义功德 以及特别说什么呢 以及他的无量的这种智慧的功德呢 我们就可以去意念起佛陀了 和这个来讲的什么是 长时间 恒长的去修持之后呢 什么可以轻而易举 不用费大力气呢 就可以在内心当中安住 把这个生性呢 或者说不断安住 在什么呢 就是重视在所有的行为啊 在于行 住 坐 卧 在任何的一个行为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我们都可以看到 或者说一一一一见到佛陀了 同样呢 说什么呢 那也可以来讲说 在这世间啊 我等也要获得跟佛陀 一样的这样的果位 和一样的发起这个说什么 承办菩提的愿望嘛 就是发起菩提心的这些 就是把以上的道理 他把它用寄送的在这边 应该是怎么讲 大家是不是我们常常讲说 钟大师也有一个写作的特点 因为什么的话 一般来讲 我们老师以前也跟我们讲说什么的话 是说什么 我们一定要思维 是要用理去思维 大家有没有看的是 很少钟大师是 用理 先引用经论 他用这个经论来说 好像你就要先这样 他都 钟大师大概都不是 这样的方法在写作 我们老师说 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 也就要像钟大师一样的 不要说什么 动不动就说什么 我老师这样子说 某某主师大臣这样说 某某经书这样子说的话 这样子来讲的话 不是说不好 可是说什么呢 他没有办法为我们这样子的 凡夫培养智慧 如果要我们 凡夫要培养智慧是什么 要把这个经书 老师 善知识给的教授 我们去把他自己去思维 所以钟大师也是如此 是把以上的去说 你要怎么去思维 怎么去做 他之后说什么呢 这不是我自创的 我是跟随着哪里 我是跟随着 佛陀所说的三摩帝王经 什么这样子讲 他做一个总设 所以我们看 每一段 每一段 钟大师都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以去诠释 我们怎么去思维 思维之后 再以经教去辅助 这个不是我自创的 不是我 自己好像 无凭无据的这样说 而是 有依据的在说 可是 先以 把这段的道理 把它怎么去 好像表明出来的 在这边说的 所以 同样这样子来讲 看同样子也说什么呢 后面讲说 幼云 清静身与义 常占佛圣德 如是修心续 昼夜见世义 若死并不安 受其致死苦 不退思念佛 苦受莫能夺 是不是在这边 以上来讲的 说什么的话呢 就说 一样 同样子这个人 如果可以透游自己的身 与义 我们是不是常常讲说 身与义的理经是什么 我们前面在讲嘛 身可能是合掌 或者哪一支是说什么 如果没有别的 举起一个手 点个头 这也都是算一个什么 就是身的理经 语上什么 就是我们用嘴巴上说的 美妙的词也好 所谓的念诵也好 别的来讲 都可能来讲的话 还有什么 最主要什么是 内心的嘛 内心的这样子的 所谓的清净的 清净心 以这样子的 最横使的去 赞叹佛陀的等的话呢 怎么这样不断的 不断去串习的话 会把一个种下 在内心的一种串习 或者在内心当中 会串习此功德 如果可以这样子 在内心不断的串习 不断修持的话呢 就可以什么 就可以不分昼夜 不分白天或黑夜的话 这才可以真正的去见到 世尊 见到佛陀 同样来讲的话呢 也对佛陀的意念 也不会退失 纵使是什么呢 外在的 再痛苦 再有的困难 也不会因此而失去 也不会因此而被剥夺了 这边我们 中文没有 可是我的 这个注解 在这边来讲的话 说什么 同样也在 佛经里面 有讲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在佛经里面 也有自己佛陀 自己说什么一句 他说 所以乃至在内心当中 可以意念起佛陀的话呢 在那个时候说什么的话呢 在此时也就可以 用意念去见到佛了 不去思维 就不可能见到 用去思维 只能依靠着去思维 去思维这个法义 主要是思维这个法义 才可以去了解 或者见到佛 这个才叫见到佛 这样子 所以 以上来讲的话 等等就知道说 去意念起功德的话呢 这以上是 有极大的利益 极大的功德 去了知 我们不是只是 为了要去了知 佛法身 身与意 事业等功德 而是说 我可以再去 透游了解这些功德 我内心可以 不断地意念 不断地意念的话呢 这些的 进罪 集资 乃至 发起菩提心 空振剑的 一一一一 或者剑佛的 这些功德 都可以一一而获得了 好 那 同样 波多瓦说 来讲的话呢 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我把它念完 来讲的话 好了 他说 波多瓦 我们上次是不是说 以前波多瓦是谁 是 波多瓦是 以前的葛丹派的 大祖师大德 是什么 我们说 一般来讲说 葛丹派是怎么样 进入西藏 是由 阿底辖尊者 从 从印度进入西藏之后 阿底辖尊者的 几个大地址里面 我们今天后面 如果有机会 看到故事的话 他的两个大地址 是什么 是 总敦巴大师 跟大于杰士 和 总敦巴大师的 其中的一个大地址 就是什么 就是 波多瓦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波多瓦 是什么 是 是最后的 好像只有跟 总敦巴大师 跟随好像有 八年的时间而已 就是说 他说什么 他最后 他就感叹说什么 他说 我在这个之前 都没有真正的了解法 是在最后 这个 这段时间 跟随着 总敦巴大师 我才真正了解法 那样子 所以 这是一个 以前我们 算 也去学习的 经典的当中 里面的 波多瓦大师的话 波多瓦大师说什么 他说 弱瓦瓦是 见能生性 见能相续 能得 能得加持 由于此上 获得定解 故能由其 诚心归一 若欲所学 能证习学 这一切 事息 成佛法 无等 对于 诸佛 妙志 尚不济 为 准 恰 占卜 是什么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 意思来讲的话 说什么的话呢 波多瓦大师 这边来讲的话 因为我会觉得 他没有断章 没关系 我先把它念完 我之后再把 这一段 都是在波多瓦说的 那样子 波多瓦大师 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如果我们可以在 不断不断的 内心思维的话呢 当然我们 内心就可以 不断的 不断的升起 和你得到 真正的加持 和也什么呢 因为得到 这样子的加持呢 而可以从 内心的深处 获得定解 和依着这个定解呢 我们才会去 皈依 皈依之后 而去学习 他的主要教授 和这一切呢 我们才有办法说 他变成是佛法 我们所有的 一切的行为 可是我们来讲的话呢 如果没有获得 生性啊 自己 我们是不是在讲 这一段说 有没有获得 信解啊 如果没有信解的话呢 很多次来讲 自己不真的了解佛的话呢 什么 在跟佛比 或者说一个 占卜师比呢 我们还比较相信 占卜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后面就讲说 譬如有意准利普世 说云 我知如于今年 无诸灾患 则心安泰 彼若说云 今岁有灾 阴行此事 彼是莫为 则利利为 若未能办 心则不安 岂是念云 彼作是说 我未能办 若佛致云 此此阴断 此此阴行 其知 其知心也 若未能办 其忧虑也 凡作誓言 诸教法中 虽如笔说 然有现在 若时若处 不能实行 虚如是行 亲弃佛语 为助之之 这什么来讲的话 他说以前 我们不知道我们 中国人 大概有可能 比较不了解这个 或者我说什么 我们说 以前藏人的 到现在为止 也很多说什么 我们应该也很多了 就是说去占卜 求卦 或者我们说什么 等一下我们说什么 博卑 那样子 都算这个来讲的话 以前藏人也是 什么大事情 我们开玩笑 说什么 所以忠大师 有一个成语 在他的经办论 他说什么 他说 占卜 就等于说什么 有些人没用 已经剃了头发 再去占卜 所以今天要不要理法的话 那不是没用了 那样子 等于说什么 就是一样的 就是说 业果已经产生了 你还再去补 那还有什么用 那样子 那可是很多 这边来讲说什么的话 因为西藏很多的 大事情 从什么 取孩子的名字 哪知道说什么 哪一天要去把 尸体送出去 都要说什么 都是要占卜的时候呢 和占卜的时候 很多次 如果这个人 好像说这个占卜是很准 这很准的说 你今年不用太在意 没什么大障碍 自己就觉得说 好像很安心了 可是如果说什么呢 你今年有灾难 你今年有障碍的时候 那你要这样子这样做 如果没有做的话 还会吵架 或者在家里会有闹事 你怎么不帮我修法 怎么不帮我做什么事情 都会有这样子 战战兢兢的时候呢 你看是不是 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话说 是对三宝有信心呢 还是对占卜是有信心 好像占卜比较更为准的 所以常常我们也讲说 什么以前 有时候真正自己 不要说我们大家 我说纵使像 僧众什么 有时候都忘记说什么 去大殿的时候 好像看到导师是阿世尊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什么 就是很和平的 很祥和的 不会伤害我 有时候都忘记说 真正给予的教授 应该是给予佛头 可是看到什么 看到那个护法殿的 或者本尊的血淋淋的 那个拿着骷髅头 就好像战战兢兢的 好像连那种 吸大气都不敢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知道说什么 这有点忘记皈依的 是什么 就是等于说 好像比较尊敬 比较怕什么 那样子来讲的话 真正来讲的话 就像这边来讲的 我们知道说什么 看到这种詹卜师 或者还是看到这种 世间的互乏 或者严厉一点的时候呢 我们好像就跟着走的时候 就知道说 皈依还是不够 没有把它看成这么重要了 可是你看我们说什么 最终大师 布多瓦大师就说什么呢 可是如果 佛陀给的教授说 这个要断 这个不要去做 或者说这个要去修 可是 有时候我们内心 没有去皈头 或乃至说什么呢 我没办法 我们真的会 我没办法去做到 我真的会内心像说 占卜师说这样子 我不去做 我会这样子的不安吗 或者说什么 有时候说什么 虽然在佛陀的教授 是这样子这样子讲 可是因为那是 佛陀的2600年的时间 是这样这样这样子的 我们2600年之后 我们现在不需要 这样这样这样子的 所以我是不是说 我们台湾还比较没看到 以前我去 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去国内 中国大陆的时候 大概应该是 我记得的话 已经15年前了 到今年已经15年前了 因为那时候15年前 我才2627岁 他们就说什么 然后他说 那法师 那时候还不是 他说法师 你是不是碰到什么 感情上的问题 或者说什么 你家里太穷了 养不起你 所以你还去出家 他之后说什么的话 他就说 那你们格鲁 你是不是学什么 我说我是学格鲁派的 我是学中大师 你们过时了 我们现代这个时候 戒律不用那么严 你们守的戒律 太严格了 那个已经 那个是 已经是中大师的时代了 那是佛陀的时代了 现在已经不用 守这个戒律了 怎么样 我说 我说谢谢 这个是 所以你看 是不是说 不要说太远了 我们中大师时候 写的也是这样子 但我们现在的时候 也是很多人 就是说什么 好像可以开遮 这边可以什么 佛陀是这样说 可是我们现在这样做 不要信就不要信 可是要信之后 还说自己给自己 他都开遮的话 这不是一个好的事情 所以他就这边来讲 从上一样 很多人就会说什么 法是这样子说 可是什么 现在的时间 我们没办法实情 或者说 虽然是这样子说的时候 应该是这样子说 可是我先把 佛陀的教授放一边 这对我来讲 不实际的来讲的话 我这样子做的话 是不是我说什么 如果我们不去观察的时候 觉得说还好 我们只是文字 或者说 我不会犯这个过错 可是真的来把 说什么 转于问我们自己 问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 是不是说 已经说非常的真实 我们不要说太远的 我们自己常常就是觉得 说这样子 人家帮我扑什么挂 人家说我什么命 什么这样的话 我好像觉得很真实 或者什么 可是我忘记说什么 比如说佛陀说 不要做饿 要做善 我都忘记了 这个常常都忘记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对 归一的这种教授 的串习意念 不够深厚 不够来讲 所以他是不是就说 若不观察 随心爱乐 为乱于言 是不是就说什么 如果我们不往内心 观察的时候 还觉得说 好像只是人家说成这样子 人家是这样子说 这样子来看的话 可是如果什么呢 若非而者 如果不是这样 如果可是呢 把这个反于内心 好好去观察 自己内心来讲的话 怎么说 这个所说的是 非常的真实 不是那么遥远的 内反其意 详细观察 极为地实 所以说什么呢 就是 故当说说 师佛功德 历历引发 智心定解 此若生者 则于佛所 重生之法 极秀法 众 亦能发起 如是定解 是则归亦 至于恶药 此若无者 既能转变 心意归依 且无深处 旷助于道 什么的话呢 所以就是以上 知道说什么 这就是说什么 对三宝的信心的 强与弱 如果对三宝的信心的 有真正的 觉受 有真正的 感受的话呢 是不是就不会因为 什么 那种人家的那种的 巧言吝啬 或者人家的那种的 俗语的 就被转动了 没有感觉 才会这样子 就是好像 这边碰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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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碰完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他是怎么 说什么呢 如果可以对 佛头的功德 不断的 不断思维 和从内心 获得 觉受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 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 就有如此的功德 或者 这么多好处 会升起 我们是不是就要 多努力 去升起这样子 如果有升起这个功德的话呢 这个功德是 佛头的功德是 由谁而生呢 是从法而生嘛 和 承办的这些法是谁呢 是不是 这些僧众啊 他这边 把他说 法众 就是所谓的僧众的意思 从这个僧众来讲的话 由这样子来讲的话呢 是不是 因为看到佛功德 对法功德 对僧功德 也申请定解了 也知道说 这个变成是 关键 恶药 核心了 如果没有的话呢 不要说别的 是不是 没有信心的话呢 不要说别的 连 皈依来讲 可以真的 转变自己的内心 不是只是文字上的 而是可以真的 使内心 真的去改变为 皈依的话 都没有办法升起了 更不用说 别的法了嘛 所以 等于说 真正的 我们说 是不是佛教徒 以皈依来 做区分的话呢 在皈依之前 是不是要 去了解 功德嘛 了解 诸功德的话 最好的了解是什么 就是我们先去听闻嘛 去听闻的时候 去对法 对佛 对身 一步一步了解的话 这个信心就不断不断 增长 不断不断增长的话 自己皈依的心 也会不断不断地 一直增长 好 那 第二则 我们准备讲法功德 以上来讲的话 是不是我们刚刚讲的 是从哪里有四个段落嘛 是 知功德嘛 第一个段落是 知功德 知功德里面 我们又可以分为 知佛功德 知法功德 知身功德 里面来讲的话呢 我们等于是说 知佛功德讲完了 就是以上说 佛功德 有身 与 义 事业 这四个 我们这个四个都讲完了吗 他已经准备讲说 法功德了 那 法功德者 为由 敬佛而为因缘 因作识念 佛具 无边功德者 是由 正秀 灭道二弟 除过 引得 以为 自信 教征二法 而得 生起 如正设 法 经云 应该这样讲 我先 这边来讲说什么的话呢 所以他说什么 因为看到说 我们要 为何是 值得归一 或者我们 为什么应当要归一佛的 这些各个个别原因的时候呢 也把这些原因 转到说 法上面 也把它转到 身上面的时候呢 我们说什么的话呢 说 我们以说 应该有 去归佛 佛的 佛来讲是 唯有众多因缘 来看的时候呢 知道说 佛 是 功德 是无边的 和 所谓的这个功德里面来 总设 可以总设 为什么呢 可以总设 为 教 正 二功德 和在 教功德是什么 是佛陀所说出来的 言教嘛 佛陀用语言来说的 言教 这叫教功德 正功德是什么呢 正功德就是 佛陀内心 所圆满的 灭地 跟道地 和灭地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灭地 就是说 除过的功德嘛 和 所谓的 道功德 是什么 是所承办的 所建立起来的功德 是不是我们常常讲说 灭地 是什么 这个来讲的话 因为 这边没有太广的去解释 我们在哪里解释的话 大家如果忘记的话 请回去听我们的 宪观传言论的 二地的这个地方 不是我说 我不想再解释 可是我们 一解释 大家还记得 二地解释下来 可以用两三个月来讲的话 可是这个来讲的话 大家如果 不熟悉 什么叫做灭地 什么叫做道地的话 大家请回去听 这种四地的当中 我们讲二地跟四地的 这个地方 讲到 道地的功德 跟灭地的功德 可是简单来讲什么 道地等于是说什么 我们行持的内心 行持去修行当中 所生起来的正量 这叫道地的 就是当圣者之后 所依着这个修持的道路 所内心当中 所生起来的这种的正量 不知道什么叫道地 他由此道地而引申出来 去除障碍 去除 应该说 阻碍或者障碍着我们那一分 叫什么 那叫灭地 所以是什么 我们是由道地 引申出灭地 道地而引申出灭地 所以是不是 他在讲说 正修灭到二地 灭地是什么 是除过 去除过失的那一分 而什么呢 而道地是 引申 引申出灭地的 那一个 他是引申者 在我内心当中 承办 我内心在 获得承办 那种的 道地的 这边来讲 所以我们应该要了解说 我们承办的 已经承办 或者说 透由修行 而将承办的 一一一的去意念 什么呢 这也是在说 佛经里面叫 正色法经云 诸佛 世尊所有 无边无极功德 从法生起 这边 应该就很容易了解说 佛陀来讲的话 有无量无边的功德 以上的生与意 事业等功德 可是这一切的功德 归功是什么呢 归功于是法宝 法是什么 法只有灭地跟道地 这个我们所谓的 佛法生三宝里面的法宝 没有别的 就只有什么 灭地跟道地 没有第三者 不是灭地就是道地了 要 或不或法宝 就只有在灭地跟道地 这边来讲的时候呢 这一切 唯有是透由什么的话呢 唯有是 只有透由法而生起的 所以他这边来讲说 他说 从法生起什么 是唯有 没有别的因缘 这个佛头的无量无边的功德 什么的因缘是不二的 就是什么 就是透由法宝而生起的 看这个是什么呢 受行法分 法所化现 法为其主 从法出生 正法行进 异于正法 法所成败 这每个都有不同的意思 大家不要看这个 这个好像看起来就是说 什么法的话呢 第一个意思说什么的话呢 就是说 这边来讲的话 他翻的说叫 受行法分 是什么的话呢 就是说 完全的去修持于法 就是佛陀的这功德 是怎么而来的话呢 是完全是透由修持于法而有的 看什么呢 这也都是所谓的 无漏的法的化现 佛陀的功德 这些都无量的功德 就是这些无漏的法 这个灭地跟道地的化现 就在这边了 说什么的话呢 可以成为法的 法为其主 法为其主是什么呢 因为佛陀 他成为佛的缘故呢 因为获得了戒律的法 他等于说什么 他是戒律的主人一样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佛陀为什么 只有佛陀可以自戒 没有别的一个人可以自戒 因为佛陀是通达了一切法 所以才变成法的主人 他可以有对于戒律的法而去自戒 看什么呢 他也是由定的法而生起 所以这是说什么 佛陀的功德是从由灭地跟道地 灭地道地也可以涵盖叫于三学 戒定会 看什么 戒定会是由什么生起 而是说 文实修 所以这个每一个法 就是代表说 文实修戒定会 简单来讲的话 来讲的话 看第一个来讲的话 是什么呢 这些法是可以透由戒定会生起 首先是什么呢 首先是 这边来讲说 政法行进 政法行进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要去对 教政法去思维 去了解 佛陀也是对于 教政法完全通达了 忠实是什么呢 他也完全的可以对他人去宣导 去讲说 对于引导法 完全的也去什么 通达一切 所有的教政的 所以他说什么 佛陀在于初始获得 听闻 忠实他去 去对人家宣说 后始他自己 一一的成就的话呢 佛陀也是 也是这样子 就像我刚刚引用的 中大师一样 初学广大求托文 忠实一切 谢为 教授 最后不分就业 去修持的话 佛陀也是如此的 这样一一一的 把法 去做的时候呢 他去完全的通达 承办了 所有的教 政 的一切的法 好 那第三个来讲的话呢 也是我们讲 身功德 那身功德中 正为诸圣 普特且罗 此意有念证 法功德 由其 如理修行 门中 而为意念 什么来讲的话 我们这边来讲 是不是常常讲说 什么叫做 身保 身保真的不是说 我们只说 像我这样子 我们只能想说 叫世俗的身 我常常讲说 是不是我们 以前在讲说 我最终讲说 世俗的或者 假象的身 不是说是假象的出家人 是真的出家人 可是 就是假象的 身材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 身材来讲的话 是什么 是有没有要获得 法功德 不管这个人是 男生 女生 出家 没出家 他有获得 灭地或道地呢 他就叫为 身保 以真的来讲的话 没有获得这二者 灭地或道地的话 他不能叫为身保 他没有身保 我们这边所谓的 佛法身 三保当中的身保 是有没有获得 法宝为标准的 为标准 所以他就说什么 所谓的圣者来讲的话 所谓的圣保 是什么 简单来讲 就是所谓的圣者 圣者以上 什么叫为圣者 有没有获得道地 或者灭地 灭地来讲 那我先把这一段 全部念完好了 我们再慢慢解释 他说 我已经念到经这边 我就先不讲下去好了 他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那所谓的身公德来讲的话 主要是在指 圣者们的 和是什么的话呢 是这些 有什么叫为 要具有什么 什么叫为圣者呢 就是透有 意念起 法的功德 和 怎么去意念呢 而是真的在内心当中 去承办的这些人 叫做为圣保了 他这也是什么呢 这也是在于 正色法经云 与诸生且 应如是念 畏缩正法 受行正法 思维正法 视正法田 受持正法 依止于法 贡仰于法 做法事业 法为行径 法行圆满 自信正直 自信清静 法性哀敏 成就悲悯 常以远离 为所行尽 横去向法 常白进行 这么呢 就在讲说 生且 要怎么样才为 生且功德者呢 第一个是说什么的话呢 它是 这边来讲的话 所谓的 生且是什么 是 与 嘴巴上 是恒常是宣说法了 所以第一个是不是说 它说 这边 与诸生且 应如是念 未说正法 它是要 用语上面去 宣说正法者 它要说什么呢 它后面说 受行 受行正法 是什么 身体也要 依着法而去行持 应该是不是 那种随随便 你看 我们常常讲说 一个僧众们 为什么他要 我们特别在 上命院的时候 我们还严格 很严格 说什么 有些人是什么 是一看过去 他就可以让他 生起信心 你还没讲 讲法之前 行为过于不好 他也没办法 生起信心 不要说他内在功德 是什么样 当然内在功德 比较重要 可是 很多是说什么 外在的 就很重要 所以 以一个申保来讲的话 第一个 第二 也要说什么呢 也要具备的说什么 是说 受行正法 受到正法的熏陶 而在身体上去 也要去例行的 看什么呢 后面也说什么 施为正法 义也要施为正法 所以他从身与义 三者都要符合的法了 而 什么呢 所以如果可以这样子的话 他三门都具备去 施为正法的话 他才什么 他才是 施正法田 是成为所谓的法田 由此而可以让人家 去升起法的功德 要他 他自己的身与义的功德 都要具备了 他要什么呢 他说 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受持正法 受持正法什么 他要对教 正都持有吗 他也要有了解佛法的正义 不只是嘴巴上去可以宣说了解 而是说什么内心也持守 自己去修持 等这样去做 在对于教正 应该说教正法跟正正法 都有的 他说什么呢 这说什么 他说 受持以法 依举以法 依举以法是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什么 这边的意思是说什么 就是恒常 恒时的 所有的行为 所有的思想 都是依着 依靠着 依靠着 投靠着法 他说什么呢 恭敬 供养 供养于法 他这说什么呢 后面 做法事业 做法事业是什么 就是我们上次 在相关资源 资源源 我们以前有贴出 那个什么 十法型 大家就被所谓 十法型 就是 不管是 朝经 念诵 背诵 或者说 做课诵 等等的 这些来讲的话 有十个法型 这十个法型 而去做 叫做什么呢 就是做法事业 叫做法事业 这个十法型 是做法事业 大家如果不记得的话 可以等一下去外面 去看那个叫 十法型 叫十法型 大家不用 叫十法型的 他说什么呢 就是说 后面又说 法为行径 法行圆满 法为行径 说什么呢 就是说 去除了一切 为了好像说 明文立养 为了这样子 而是什么 是依着法而去行持 依着法而去修持的 看这个后面说什么 圆满 法型圆满 法型圆满的意思说什么 是说 完全没有 说什么 那种欺骗 欺狂的 正直的去做 后面也是说什么 自信正直 不要不欺狂的 正当的 去修持 看这个正当修持是什么呢 和说什么 隐身什么呢 自信清静 自信清静是什么 去除烦恼 自信清静是什么 是去除烦恼 或断除烦恼的 和什么呢 他还不止这样子 说什么 如果是大圣的话 什么 法性哀敏 是对 如果是大圣者 是要对于说 救度他人的悲心 这个哀敏心 他要具有的 和什么呢 后面是说什么呢 或者说成就悲鸣 就是前面是心 后面成就悲鸣 是什么 就是行为 一直这个行为 而去悲鸣 但常以远离 为所行进 常以远离 所为行进 说什么呢 常为远离什么 远离世间八法 以及那种的 扰乱 纷争的这个地方 这个为去行持的 看什么呢 长时间 横去向法 横去向法 是什么 长时间安住于 闻 思 修 智慧 而去行持的 这样子 看什么呢 常白进行 所谓的进行 什么是 去除 障碍的 善的行为 横长去 进行什么 是去除障碍的 白是什么 是善业 以这样子的行为 而去修持的话 以上所具备的话 我们才叫说什么 才可以叫为 说的 生且 生宝 这个来生宝 应该要具有的 或者一个 生且的行为 应该是这样子 除了以外 不应该是说什么 它的 什么 盖得多大 寺院多大 什么来讲 这个不一定是 所谓的生且 一个生且来讲 是说什么 就刚刚他以上所讲 所有的行为 校正 横时间依靠着法 不依靠着法 你做的事业再大 这也不是所谓的 生重 应该做的 我们 生重有应该碰的 不应该碰的 应该管的 不应该管的 一样的 这样子来讲 好 那 这以上来讲的话 应该是说 我们慢慢去说出了 所谓的 生且的功德 所以呢 应该来讲的话 具有以上的功德 我们才可以叫为 生 如果没有 这个 与这个相反 纵使是穿着 出家三衣 做的来讲的话 行为上来讲 什么 跟居士 跟普通人 是毫无差别 所以真正来讲的话 我们 有没有 进入为 生且 是这个来讲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什么 你看有一些的 我们 台湾比较没有 这个习惯 可是很多 我现在在 国外 或者去印度 他会说什么 他说我们 是不是我们在梵文 我们想说 佛叫 Dharma 佛叫Puta 法叫Dharma 生叫Sanga 所以他就说什么 来学的人就叫 不分 出家 或者居士 就叫什么 我们这个 寺院的Sanga 或我们这个 中心的Sanga 因为什么 因为你 你内心 去除 这些的 纷争 世间八法 真实来学习的话 它就属于是 所谓的生 没有的话 纵使是剃个头 换个衣服 身体上是 生 穿着是 生 可是真的 也不是属于 所谓的Sanga Sanga Sanga的话 进不进去 就是说 我内心有没有 希求散发 希求往泄脱的 这个法而去做 好 那以上的话 我们是在于说 因如何去皈依的时候 大家如果 可以回去看一下的话 我们在这边来讲 我们说 是不是我们说 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 在如何去皈依的时候 我们这边说 知功德 知差别 知事受 不言有余 而正贵一 我们这以上 到这以上 等于是说 知功德了 知功德 后面开始 我们是到第二个课范 来讲说 知差别 或者 因为我不太喜欢 把它翻成知差别 我们藏文的这边 意思比较说什么 知其特征 从前面是广的 去宣说 三宝的 要符合的定义 它还有什么 特别特别 特殊的特征是什么 它后面开始讲 它的特殊特征 或者 以前说什么 好像 佛法生当中 怎么差别 是这样子 我说实话 有可能我国文不够好 我觉得我看不懂 它的 什么叫做知差别 在藏文的这个意思 是说什么 知其它的特征 它的特点 它要具有什么的 特征来讲的话呢 那我们 再看下去的话 它这边来讲的说 这边 它说 由之差别而归一 者 如色分说 跟由之三宝 如色分说 由之三宝内 互差别而正归一 始终分为六 它这边应该有分六种功德 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来讲的话 是什么的 说 要知其差别而去归一的话呢 我们说 应该要去了解 什么呢 三宝当中的 它的差别 它的 各别各别的特征是什么 各别各别的特征是什么 如果去了解的话呢 而去归一了 看这边来讲 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六 看大家如果可以的话 以后的我们 以前啊 我听很多人说什么 能不能写字啊 或什么 我们以前 我们的善知识 或者老师都教我们说 像这个地方 大家就可以做笔记 因为它分为六 它没有写清楚 你就一个一个一个 旁边写一二三四 要写到六 这样才清楚嘛 所以他说 始终分为六 看第一个是说什么 是相差别者 现正等菩提是佛宝像 既比正果是法宝像 由他教授而正秀行 是生宝像 是不是说什么 它的定义嘛 等于说它的定义是什么 它这边来讲说 知其像是什么 知其性像是什么嘛 我们是不是有在色类学 常常提到的知其性像 知其它的是什么的 差别呢 是什么 就是佛的是什么 是完全的去圆满一切 我们常常讲什么 完全圆满的 去除一切过失 圆满一切功德 这就叫佛了 它是什么呢 以佛而的果嘛 说什么呢 是说什么 好像佛而去转法嘛 它是说什么呢 应该说佛是它的果嘛 它的果是不是 为什么说什么 是透由法宝的修持 而获得佛宝了嘛 这个来讲 有些人看不得 就是说祭比正果嘛 是不是说什么 佛是什么呢 就是祭比正果是什么 是比 是在此生 佛是法宝的果嘛 是不是 所有的特有什么修持 那法宝 简单来讲是什么 法宝是不是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灭地跟道地的嘛 那生且是什么呢 生且是说什么 是依着他人的教授 是什么 就是依着佛陀的教授 而获得了功德嘛 所以以我们来讲的话 以一个人的真正的修持 来讲的话 是不是来讲说什么 我们常常讲的话 以一个人的承办 我们是先获得法宝嘛 我们才成为生宝嘛 和生宝不断修持的话 就才成为什么佛宝 可是以别人来算的话 以别人来 是不是先成佛 以佛来去引导 说出法宝 他依着这个教授 生且会产生 这是以别的心绪来讲的话 他是佛宝 再有法宝 再有生宝 他以我们自己来讲的话 是以获得法宝 成为生宝 获得法宝就等于成为生宝 他之后才成为佛宝嘛 他是以这样子来算的话呢 所以这个以上是 第一者说知其性向的差别嘛 第二个知道说什么 事业的差别嘛 和第二个说什么 事业差别是 这边来讲的话 他说业差别者 如其次第善转教业 断烦恼苦所缘为业 勇猛增长业 性解 勇猛增长业 看这边来讲的话 说什么的话呢 这边第二个说 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说 我们这边来讲说 以一般来讲的话 佛功德是什么呢 佛功德是 散说其法嘛 佛功德者 他的事业是什么 如其次第 他如其次第是什么 就是依序的嘛 依次第 依次第来讲的话呢 佛功德是什么 散转教业 就是佛陀是传法嘛 佛陀的事业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了嘛 佛陀的最大的功德 对于获得我们帮助什么 就是与事业吧 与事业是什么 是转法轮一定要透有与啊 如果没有与的话 佛陀怎么转法轮啊 佛陀没有办法去帮助 所以我们说 是我们常常讲说 佛陀是 始于者 正于者 等等 就是说 他是透由与 与来帮助 在所有的事业当中 最伟大的事业 就是与事业嘛 所以他的事业是什么 就是散转教业 那法的功德是什么呢 法的事业是什么呢 是断烦恼苦所言为业 什么的话呢 是什么呢 一个来讲的话 法宝 我们是说 是不是又是说 灭地跟道地嘛 道地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去 断除烦恼跟苦 而去圆着空性也好 圆着势力也好 等等 他的目的就是什么 是为了断烦恼 断苦 灭地是什么呢 就是断除某一层苦 断除某一层的 我们不要的 那叫什么 叫做灭地嘛 是不是 所以灭地的事业 不要说灭地 法宝的事业 是不是就是说 或者是为了要去 断除苦跟烦恼 或者是以断除苦跟烦恼 简单来讲 就是某一层的话 这叫法宝的事业 和深宝的事业是什么呢 勇猛增长业嘛 是什么的话呢 勇猛增长业是什么呢 是对于以上所学习的 感到欢喜 和要精进勇猛嘛 这个来讲 透由去 把以上的这个 去断除苦跟烦恼的 这个作为自己的所缘 欢喜 精进地去在这个修持 而获得事果 我们上次讲的 是不是我们说什么 出国 二国 三国 四国 或者说 虚陀还 斯陀还 阿拿罕 阿罗汉 等等的这些过得 以声闻来讲的话 这是什么 这是 生前的事业嘛 所以我刚刚讲嘛 事业的差别 生前的事业 你说他有多大的事业 多大的话 如果不是为了把法宝的 去精进 欢喜精进地去修持 精进勇猛的话呢 这都不是 这不是生人 或者生的事业 不应该是他的事业 他的事业 他应该做的职责 就是什么呢 对于刚刚以上的 说什么 断烦恼苦 为所缘 而去勇猛精进 这是 生前的事业的差别 所以 去了解的话呢 这就是第二者 我们说在于 社 他这边分为说什么 就是说社分说 社分说 我们大家还记得 是什么 就是吴卓菩萨的 在他的 于解释迪论里面 有一个社分 这个社分里面 就讲六种差别的话 第二个差别 是说什么呢 是说事业的差别 第三 我们是说什么 性解差别者 如其次第 因素 清净 尘世 性解 因素 希求 正的 性解 因素 和和 同意 法性 共助 性解 那说什么的话呢 这边来讲说什么是 应该说 性解的意思在这边是什么 说 我们对他的信心 我们要怎么样去对他的 持那种信心 或者说 虔诚 或者清净心 是什么呢 应该对 一一来讲的话呢 对于佛宝是什么呢 我们对于佛宝 我们要保持着说是 恭敬 和去尘世 恭敬 供养 他是说什么呢 他说 因素 清净 尘世 性解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 因素 这个意思 就是说 应该要去有这种 直为 或者我们有这个信念 要说 要持为什么 要把佛陀看成我们是 尘世 恭敬 供养的对象 而对法是什么呢 我们应该要去 恭敬的去要 承办 我要去在内心生起 我要获得 这些道地跟灭地 而 是什么呢 而我们要把 生起的看成为什么呢 他是跟着我 和和地 帮助我的 在于这个道路上 修持 跟我一起为友的 跟我一起来 守护我 帮助我 助办着我 去获得 按我去 在他恭敬 因为这样子来去 帮助我 我生起这种恭敬 这应该是 我们对于 信解上 对于 佛 法 三者的一种差别 而第四个 说什么呢 去承办的差别 那 承办的差别 是什么的话呢 他说 修行的差别 这是什么 如其次第 应修 供养 成事 正行 应修 于其 方便 正行 应修 供 供受 财法 正行 这什么意思呢 说什么 一一来差别 说什么呢 应该来讲说 我们对佛陀的 去怎么样去 修行 承办呢 就是说对于 恭敬 承事 依他的所说的 去做 而说 法是什么呢 法是特有什么 我余切力 余切力什么 就是我去修行 修行的 在内心 不断不断在窜息 不断不断地窜息 这是对于 法的修持 而对于 身是什么的话呢 就是说什么 就是 又有用 法布是 主要是以去 法的修持 和也什么 也有用 财经的 护持 这两个在一起的 共同的去 去护持的话 这是对于 生且的 可是这里面 重要的是什么 是 因为在中文 我看他说 应修 共受 财法 正行 应该说 他还把它 导过来了 在藏文 应该是说什么 是应修 要共同 合并 两者说什么 他是 先法 再财 他有 有目的的 这样写 是什么 主要是 先以法 以次要 以别别 是以财经 去护持 就是 这个两个 并行地去 修持 并行地去 护持的话 这什么呢 这叫做是 去承办于 生且的 这个来修持的差别 好 那 第五个 这边来讲 是意念的差别 谁念 差别者 未因 别念 三宝功德 如云 卫世世尊等 身符差别者 应该说 卫世世尊等 应该说什么的话 这个是什么 就是意念 意念的差别 意念的是说什么的话 是说什么的话 我们在每一个 每一个念 他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念 法宝的时候 不是好像说佛 我们就说 是不是常常 我们在佛经 有说 谁念三宝经的时候 他前面是 佛 如来应公正面之 民行族善事 等等的 特有这样子去意念 通常法是什么 是特有 刚刚讲的 说特有 灭地 道地 等等功德 就是有一个 先有这样子的 内心的意念 而去修持的 第六个 最后一个 是什么呢 就是 这什么的话呢 第二个就是说什么 我们如何 依他们而生起福 我们讲说 所谓叫福田 是什么 常常是我们讲说 以三宝为福田 我们是如何依他们 而生起福德呢 这个差别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 我们有说什么 有两种 可以依着他 人 普特写罗就是 简单来讲 我们经书说人 我是不是说 人不是说 天跟人的差别 而是说有情 或者有心事为人 所以我们是不是 常常在经书里面 讲说什么 人无我 不是仅仅现在人 而是在指说 所有有心事的叫人 普特切罗的话 就是我们在佛经里面 所谓的有心事的 有心事的者 就叫做普特切罗 那所以 依着什么东西 而生起福德的 在这个三宝里面当中 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是依着普特切罗 一个是依着法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说如果 以这样子的分类 来讲的话 是不是依靠着佛陀 跟依靠着生切 这二个来讲的话 都是第一者 是什么 我们依靠佛陀 依靠法 都是在讲什么 不是 依靠佛陀 依靠生切 都在讲说什么 依靠普特切罗 因为佛陀也是一个人 生切也是人 所以在这两个当中 第一个佛陀 第三个生切 依靠他者等于说什么 依靠着普特切罗 而获得福 依靠着法宝 是什么 依靠法宝 而获得福的质量 或者获得福 这样子来讲 和什么的话呢 在依靠着普特切罗 而获得福的话呢 又可以有两种 依靠着一个 而获得福 跟依靠多者 而获得福的时候呢 那以什么来讲的话 我们依靠佛陀 而增长的话 就是讲一者 就是佛 就是一个人 依靠着生切 而获得福的话 我们一般讲说什么 我们是依靠多者 为什么依靠多者呢 因为我们所谓的生切 生团来讲的话呢 依靠来讲说什么 一定要有四个比丘 没有四个比丘以上 来讲的话 这不算生切 或者不算生团 像我是不是说 我这样子来讲勉强可以算什么 就是生而已 不是生宝 可是生而已 可是我们不能算生切 也不算生团 所以你看很多东西 我不能在这边做 像我不能一个人布上 我不能送戒 我一个人不能结下 我一个人不能结下 很多的东西那样子 我不准 就是在什么 佛制的时候 就是说一定要有四个比丘以上 才是算生团 有生团才可以结磨 我们常常讲结磨 就是简单来讲 怎么叫做结磨 就是生团里面 决意 开会的决意叫结磨 要四个比丘以上 才可以有结磨 四个比丘以上才有这样子 所以我们说 正法住不住 就是在于生团住不住 生团住不住 就在于戒律住不住 戒律住不住 就是什么 我们就说 有没有布萨送戒 十五天 十五天的送戒 有没有结下 有没有结下 这三个住 正法则住 二就是戒律则住 戒律则住 正法则住 正法则住 则生团也会住 这全部都住的关键在这边 如果来讲的话 我们在佛教里面 也讲说什么 他说中途 或者正法住的地方 为中途的话 什么叫做中途 就是说 有没有生团 有没有适合合众 就是不只是四位比丘 四位比丘为主 旁边还有什么 有比丘尼 有幽婆舍 幽婆仪 有适中地址 合合之处 就算正法在了 如果没有适中地址 没有这个地方的话 正法也没办法住 所以我们这个 很大的关键来讲的话 这边来讲的话 第二个我们讲说 知己差别 就是什么 就是每一个 大家有没有看到 每一个每一个特征吗 是不是它有分 依着 于邪式地论的色分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有六种差别 什么为六种差别呢 我们做一个复习来讲的话 它是不是说 有相差别 事业差别 性解差别 修持差别 意念差别 跟身符差别 这六个差别来讲的话呢 以来分出 佛 法 身 完全说出这差别是什么 就是容易 让大家可以去升起 对佛 法 身的信心 或者信解 它的目的就在这边来说出 各个特征 或各个各个的差别 在这边 好 那我们以上 今天先讲到这边之后 看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就会把这个 后面的 第三个科判 这边来讲的话 它后面的 说什么 我们说 要说 由何道理而去归一者的话呢 由何道理而去归一的话 我们可以分为四的 里面我们前面的 两个大端 我们讲完 就是知功德 知己差别 看我们下个礼拜 准备讲说 知事受 跟不言有余 而正归一的 看后面来讲的话 这些都还是 只是在认识三宝 最主要最主要是什么 既归一而要 如何去修行 如何修持的话 这个会非常重要的 所以大家 如果我们可以 一般一般 在介绍的话 大家可以 去 依着去修持 依着去做的话 是最好的 以前 很多人有归一 如果有归一的话 最重要是什么 是把既旗这个教授 而去行持 如果没归一的话 没关系 最主要是内心 所有的仪式 等于是算是辅助的 我想说 如果大家希望 有时候有仪式 我们把这个三段的 这个三宝的归一的 结束之后 我们再来做 传归一接题 和做这个 可是先 最主要是什么 是先了解 什么叫做归一 功德 就像今天 仲大师讲的 归一的功德 为什么 什么叫做归一 内心当中 要有信心 为主的 和既归一之后 我要做的是什么 不是只是说 来参加一个仪式 参加一个仪式 是容易的 这个只是 起步而已 后面是什么 既归一之后 而要去修行的 或者如何去修持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我们会把 归一三宝 这个地方介绍完毕之后 我们再来 传那个 归一的 借题 像大家这样子来讲的话 简单来讲的话 也知道说 什么叫做为 正归一 和怎么要去修持 好 那我们今天 先到这边 和大家请回向